好再看到水保局花莲分局多年来是鼓励在地的农民积极参与 也打造在地特色的农村品牌 那么今年度呢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些大型活动是没有办法来举办 但是呢农村好物征选以农村企业辅导计划 今年8月是持续受理农民报名申请 农村社区蕴含着许多极具特色的隐藏版农村好物 具有农村传统在地生产及本土家乡特色 水保局花莲分局连续多年举办了农村好物申选活动 今年不受疫情影响在8月13号将开始受理报名 另外水保局为了加速农村社区产业活化 还推出了农村社区企业经营辅导计划 针对农村社区产业相关已经设立的公司、合作社、独资或者是合伙事业 提供必要的专业育成辅导还有资金补助 协助农村产业经营者可以朝向更专业的企业来经营 这项计划同样是在8月13号开始受理申请 农村的部分我们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今年的8月13号到9月6号 有等于是第七届的农村好物的比赛 我们也打算把花莲地区的好的农村好物的东西能够推展出去 其实这样的参与也很多的农村社会企业的部分 他们有开发很多好的产品 我们也在第六届也是一样8月13号到9月6号 那我们花莲分局也会辅导这一些 不管是社区或者是社会企业的部分 来争取很好的成绩 然后在疫情期间能够用共同的平台的部分 能够让它销入更好 让花莲的社区还有农社区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请在地农友们把握机会 一起来开创农村新企业 借驴会花莲市报导 小费